很高興有機會有我目前在亞東醫院 擔任感染科的醫師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COVID-19的藥物治療副作用他的處理 還有民眾相關的認知 那關於目前COVID-19的口服用藥 其實 主要剛剛前面兩位講者應該都介紹過了 就是兩個用藥Paslovida跟Molupiravia 那 目前最大的差異其實還是在於說 不管是 在效果上面臨床試驗當然看出有一點點的差別 那備藥量在國內的這兩個藥物的備藥 也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在 前幾天 記者會上事實上羅一鈞副署長也有提到過 Molupiravia目前 他會初步會以長照機構或者是血液透析的患者優先 那因此在指引上面我們也把這兩個藥物 有做一些分類 那比較 需要注意的事項我們待會其實會一一的來 跟各位介紹 那 隨著這個口服藥物的加入事實上 在疫情的初期他的應用 看起來似乎 並沒有那麼的多 但 隨著 整個 疫情延燒的更嚴重 我們也發現了 中重症的患者有陸續在增加的趨勢 所以其實在 亞東醫院 也很積極的在 配合整個政策 希望能夠儘快的 將這個藥物的使用能夠拉高他的可進性 讓民眾有需要的時候能夠儘快取得這樣的處方 那也隨著 一些政策相關的處置的放寬 比方說 65歲以上的老人家快篩陽性 就可以判定為 確診者可以接受到藥物使用的時候在5月18號的當天 我們也看到使用量的快速上升 那板橋也因為一直都是 在 各 各次 疫情的熱區 所以其實 會發現我們醫院在處方的使用量上 始終會 快速的增加 那相關副作用的處理 我在這邊 簡單的介紹 Pasloby的如果就目前來看 他其實從臨床試驗當中 所收集到的副作用 在剛剛聖主任最後一張slide 其實也有提到 那如果是統計相關副作用超過1%以上的話 在 藥物組跟 安慰劑組的差別比較大的是在 味覺障礙 障礙跟腹瀉這兩點 那比較有趣的其實是還要考量到在當時的 收案的一個 狀況 在 Pasloby的當初進行臨床試驗的時候 那收案的對象 主要還是以 Alpha variant 為主的那個 那個狀況 甚至有Delta variant 的一個 情形出現 那 味覺障礙這個 症狀 其實也有可能會跟 病毒本身 所造成的相關 所以我們看到他跟 安慰劑 還是有差別 那 另外一部分的話 就是 Pasloby的比較容易被提到的是 他可能會有一些比較苦的一些 味覺的感覺 所以 也沒有辦法確定說當時的歸類 是不是有因為這樣子的歸類到味覺障礙 那腹瀉的來源呢 是因為 Pasloby的當中含了一個是 這個藥物 那他其實比較容易會有一些腹瀉的情形 所以 看起來似乎比 安慰劑組 來得多了一些 但在這些 負作用的統計當中 絕大多數都是 震動 他的程度都是輕微的 那也 這些個案呢 其實都會自行緩解 其實在 找尋相關的一些資料當中 都沒有提到說 這樣的一些負作用 會明顯的去干擾到 後續 服藥的一個進行 那因為Pasloby的負作用 而停藥的比例 目前 看起來 服用藥物組 跟服用安慰劑組 分別是2%跟4% 換句話說 在 安慰劑組當中看到 他們所列出來 跟 覺得跟在進行當中 負作用相關的停藥比例 反而比Pasloby的來得高 那如果列出一些 細項的話 大約就是在右邊 所出現的 可能出現了COVID-19的肺炎 噁心 或者是腎功能的 擴清率上升 那嘔觸 等等這些相關的一些症狀 那 其實在剛剛我們所看到 最常見的負作用是 味覺障礙跟 腹瀉 那反而在這些順位當中 是在最後的 因此 事實上 就 這些臨床試驗的統計資料來看 並沒有太多是實際因為 負作用而必須要停藥的 那如果是 Molupiravia的話 Molupiravia在這邊看到他在臨床試驗當中常見負作用列出來的 跟Placebo 幾乎都是相當的 那最常見也是腹瀉 或者是噁心 這兩件事情 處方到現在跟門診諮詢組的藥師詢問過 那有沒有民眾會 時常打電話回來 諮詢相關的一些問題 現行我們所 初步統計看到的常見負作用大概也是提到腹瀉 疲倦 頭暈 那還有高血壓 但這裡面其實也要特別提到的是有些腹瀉的情況 可能 還包含有跟 類似像清冠一號病腐的一個狀況 其實有一部分的民眾是這樣 那至於高血壓呢 有一部分其實會因為 民眾會 擔心藥物的交互作用 把所有的降血壓要都停掉了 那也因此其實比較容易在服用的過程當中看到血壓反而會升高的一個現象 那第二個就是在 染疫的過程當中 那多多少少會有喉嚨痛咳嗽 這些比較明顯的不舒服的情況 疲倦頭暈事實上也有可能會出現 因此這不完全 在 目前有辦法歸類到是跟 壓物相關的負作用的 的部分 那 詢問起來絕大多數也都會自行緩解 或者是如果有需要的話 這些負作用會讓自己感到困擾 那其實可以透過 許多 診所 或者是 醫院 其實現在都有配套的一些措施 那有開設 視訊或者是電話門診 來 進行相關的諮詢或來協助處理 這 這個部分的負作用 所以就目前來看 負作用的 情形其實 並不會太過嚴重 那我們應該還是要把重點放在如何避免 讓有風險的個案 他進展到比較嚴重的重症的一些 防堵 也因此不太需要擔心 為了這件事情 而延遲 就是口服抗病毒藥物的使用 那在民眾認知的部分 一般的基本原則其實會建議如果真的確診的時候不管是高齡長者或者是具備重症相關危險因子的 應該要儘速的透過在各個地方單位其實都有基層的診所或者是醫院所開設的各個 可以取得抗病毒藥物的一些方式 不管是視訊診 電話診 或者是親友帶領的抗病毒藥物診來取得藥物 而且他其實是有時效性的 這些口服的抗病毒藥物 都必須要從發病日期 也就是有症狀的 那一天開始起算 五天之內 必須要服藥 才會有所幫助 超過五天之後 事實上 他 從整個病程來看 能夠產生的效果就會相當的有限 那也因此 會需要 請民眾記住這樣的一個基本的原則 那如果是醫療院所的話也需要增加自己的可進性 再來就是民眾必須要主動告知 醫師本身目前正在服用的藥物 那以及主動告知是否已經有比較重度的腎功能不全 或者是嚴重的肝硬化等等 那同時也必須要知道說 口服的抗病毒藥其實並不是藥到病除的 那即使已經取得了用藥 還是會有少數的個案 他可能病情會進展 尤其是當 在 發病的比較 延遲取得藥物的這些個案 比方說 在剛發病的第一天之內 跟第五天之內 取得口服抗病毒藥物 就病程而言 當然 我們會學理上去推論 越早吃藥的人 他其實效果應該會越好 因為這個藥物 他主要是用來避免發展到重症 而且切記 一定要服用完五天完整的療程 那這個基本的認知會列出來 是因為的確有民眾就會詢問說 我覺得我都改善了 我是不是 剩下兩天或三天的藥物可以不要吃完 其實並不是 因為 在病毒的影響 有時候 在前期並沒有辦法感受到 他嚴重造成發炎的一些情況 通常這些 造成發炎的器官傷害 尤其是肺部 多半是在五到七天之後 所以請切記 一定要服用完五天完整的療程 那 也為了增加 取得藥物的可進性 那 在 大約十天前 我們院長其實也在 記者會上有跟各位談了 一下 現行的一些措施 也就是透過分流跟提早用藥的方式 透過要醫師的視訊門診 那甚至現在還有親友可以帶領的實體的門診 那 在這些進行之下包含藥師還有社區藥局的共同的協作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能夠儘速的 縮短民眾他發病到取得藥物可以服用的一個時間 為了增進這個狀況我們甚至有在一個5月16號到17號有一個短暫的過渡期的做法 也就是65歲以上的長者當他快篩陽性之後 在當時還不能夠直接認定 於是我們 採取了一個短暫的措施 也就是預立醫阻方式 先處方 等PCR出來 那會主動發送簡訊通知 再請同住親友 儘速來源取藥 那這只是一個過渡期做法 希望能夠盡量 簡化那一個 可以取得藥物的一個流程 那5月18號之後 那大於65歲的長者已經可以直接 利用抗原快篩 就認定不再需要做PCR 那也因此我們也透過各式樣的門診 希望能夠加速周轉 預防重症 然後積極的投藥 那這裡面包含從快篩認定的門診 或者是 透過PCR 已經可以確診陽性的個案 來增加 所有的民眾可以 在照顧之內 積極拿到 重症相關口服 預防重症相關口服藥的機會 那在服用Pasloby的應該要有的認識 其實前面也有提過 千萬不能夠咬碎或者是抹粉 因為Pasloby的其實目前 就他的成分而言 不是不太適合管罐 那同時也沒有辦法 很明確的知道說 我們真的這樣子 直接去進行抹粉來給予 灌食之後或者是吞服之後 是否會干擾到他應有的藥效 那第二個非常重要的一點是 他不適合跟清冠一號併用 其實我們也都會接到一些諮詢 那很多民眾 事實上自己或多或少也背了清冠一號 但清冠一號的組成 它裡面有這麼多的成分 其中最重要是黃塵這個成分 那黃塵這個組成分呢 裡面含有一些 一些因子 他會在肝臟跟腸道去抑制 Cylocom P3A4 那Cyp3A4是我們體內 代謝這個藥物 最常見的一個基轉 剛好跟Pasloby的裡面 抑制藥物 抑制的酵素的主要基轉是一樣的 換句話說Cyp3A4會被 抑制的更為強烈 那在病用的狀況之下 這樣的狀況會同時在增加Pasloby的濃度 並且也會增加 清冠一號相關成分的一些影響 所以我們常常會遇到的狀況就是 患者他腹泻的情形會加劇 那清冠一號本身又是比較偏寒的一個中藥的處方 所以腹泻是他比較容易出現的一些症狀 那兩者加成下來其實可能就會拉的比較嚴重 那除了清冠一號之外 像是一些常見的中藥的處方 像是普濟消毒飲啊 或者是定傳湯等等 這裡面主要都是含有黃塵的成分 其實含有黃塵的成分 就不應該跟Pasloby的來併服 那這點其實要特別提醒 各位民眾的一些認知 那另外呢 在這個藥物的處方 我們會看到他其實有兩種顏色的包裝 他其實就是為了要區隔 早上跟晚上的一個服用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是正常的腎功能或中度腎功能不全的時候 那其實他吃的藥物的劑量是不太一樣的 那中度的腎功能不全指的是 腎功能的擴清率在介於30到60之間 那正常的劑量當然就是一次吃一片 那一片就是三顆 那請注意他的顏色 以顏色來區分來服用 因為我們也收到有民眾反饋說 他其實吃到了上面的兩顆Retornavia 那吃到了下面的一顆Neomatrelvia 所以剛好跟這個顏色的區隔也完全搭不上 但還是就是會有民眾會吃錯 因此還是提醒大家以顏色來作為服藥的區別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在包裝上他有特別標出 有一個太陽的圖案跟一個月亮的圖案 事實上就是要區分日夜的一個服用的狀況 那如果腎功能不全的時候 是一顆Retornavia加上一顆Neomatrelvia 那也就是這個PF0732-1332 那在協助處方的時候 如果醫師已經判定個案是比較偏向 腎臟功能有一個一點輕微不全的一些 有中度腎功能不全 必須要減量的時候 我們藥師其實也會協作去減掉一顆Neomatrelvia 那避免民眾會因為這樣子而吃錯 那如果是服用Neomatrelvia 因應我的認識 那大概剛剛前面其實也提過 就是孕婦不適合要年滿18歲 那如果是剛生產完是否可哺乳呢 那使用Neomatrelvia的期間 還有服用最後一劑的4天內 目前是不建議哺育母乳的 那同時如果還具有生育能力的婦女呢 那也建議在服用Neomatrelvia的期間 還有服用完之後的4天之內 要採取可靠的避孕措施 那針對男性的患者呢 目前是建議服用完最後一劑之後 至少3個月之內 如果會進行性行為的時候 應該也要持續採取可靠的避孕措施 那到底是不是因為服用這個押物 會造成後續比較多的一些風險 目前能有一些臨床試驗在進行 並沒有很明確指出真的會影響 但是在訪單上現行的建議是這樣 也請民眾要注意這些細項 那Moropirabia他也可以製作口服的懸浮液 那在第一個第一段的課程當中 黃主任也有跟大家提過 就是要打開 然後加入40毫升的水 那之後混攪拌3分鐘 那也有民眾會提到說 是不是一定要配溫開水 那在這邊沒有特別一定要強調這件事情 這40毫升的水 其實一般室溫下的開水就可以了 那如果有些民眾也會問 如果過了這個時間 旺季服藥應該要怎麼樣 這其實頻繁會發生的事情 那前面黃主任其實也提過 但要注意的是 Paslovide跟Moropirabia 他們在訪單上的建議 事實上有一點些微的差別 也就是Paslovide是以8個小時為切點 那Moropirabia是以10個小時為切點 那如果簡單的一些統合的話 大概都以8個小時為切點 事實上會比較單純 那也就是說 如果想起來 我錯過服藥的時間點 還是在8個小時之內 比方說早上該吃藥 中午的時候想起來 那就儘快完成這個標準劑量的服用 但如果我早上錯過了服藥 想起來的時候已經晚上7、8點了 那這個時候就等到 就是原則上你習慣服藥的時間點 比方說晚上9點的時間 這時候再直接吃單次的劑量就好 絕對不要為了覺得說漏掉可惜 我一次補足兩次的劑量一起吃 因為這樣會加重整個藥物的副作用 那Moropirabia其實也是這樣的狀況 那接下來其實是針對一些特殊各個疾病的患者 可能會需要注意的項目 那民眾應有的認知 那其中在心血管疾病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項 這也是我們醫院心臟內科 為了關懷民眾特別製作出來的一些衛教的一些紀錄 那也會藉由這個發送給 在我們醫院當中心血管疾病的一些患者 那右下角是QR Code也可以直接連結 那如果是高血壓的患者應該要注意什麼 在剛剛盛主任的內容當中有提到 有一部分的一些鈣離子的阻斷劑 可能它的藥物濃度會有不等程度的升高 所以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在服用的時候 在這些藥物當中必須要監測血壓 必要的時候再降低這些鈣離子阻斷劑的劑量就可以了 那所以比較重要其實是監測血壓 而不是為了擔心藥物的交互作用而全部停掉 那就可能會像我們在前面常見副作用的諮詢當中 所看到的會有一些高血壓的狀況出現 那如果是冠狀動脈疾病的患者 裝過支架或是最近有心肌梗塞 曾經也剛好裝了支架 那是否適合使用Paslovid的 在這裡針對的其實就是抗血小板治劑所做的提醒 那Paslovid的其實 它會對某些藥物會增加它的藥物濃度 某些藥物它不影響藥物濃度 但也有某些藥物的藥物濃度會因此而下降 所以其實必須要去釐清它實際上的一些效果的影響 如果是在抗血小板治劑方面 RCP0沒有任何的影響 那如果是保酸通 也就是Clopidogrel 那這個是Pravix 那它主要是讓保酸通的效果減弱 那因此如果已經持續服用一段時間 三個月內沒有裝過導管的人 它其實不太需要擔心這個效果減弱的問題 在五天之內是可以繼續服用的 那如果是百無寧的話Ticagrele 它的效果是增強的 那Prasugrel則沒有影響 那因此其實會需要根據這些個別的藥物的情形 來做調整 真的不太確定自己不太認識的時候 事實上也都可以透過視訊枕 或者電話枕 來跟該科別的醫師來做一個討論 事實上所有專科的醫師 對自己領域內的藥物 所需要的調整 他們會更在意這一點 那如果是心律不整 或者是心防顫動的患者 是否適用Paslovid 在這邊其實常用的心律不整的藥物 事實上都不適合病用 因此尤其是像Amiodarum 那即使是停藥 也不太適合使用Paslovid 因此是必須要特別去留意的 那不太適合的時候 就要考慮其他的替代的選擇 比方說Molupiravir 那如果是其他的一些抗凝血制劑 比較新的像Noak 或者Doak 這樣的一個藥物的話 那Apisaben 在使用Paslovid的時候 必須要減量 那如果是Adoxaben 可以維持相同的劑量或減量 Dabi則可以直接併用 所以其實都會有一些些微的差異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衛教的單章 可以讓民眾有比較清楚的認知 那如果有高血脂症 是否需要停藥 那這邊指的主要還是Startine之類的藥物 那最需要注意的 其實是Lovastartine跟Synvastartine 那由於這個藥物濃度 會受到的影響比較大 比較會增加一些 恒文基溶解症的相關的可能性 所以它事實上在 Juie的事項 就是必須至少在12小時之前停用 但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事實上也會造成 其實它就相對而言 比較不是那麼方便的一個選擇 所以如果沒有辦法選擇替代藥物的時候 那當然也許就考慮使用Morofiarvia來取代 那另外就是Lovastartine 還有Lovastartine 可以在這段期間考慮暫時停用是不影響的 那如果是肺動脈或者下肢 是靜脈酸塞的患者可能也會服用剛剛提過的Noak或Doak 那調整的方式如前所述 那如果再服用可麥丁 也就是Wafari或者Kumadin 那會因為它藥物濃度的變異 其實比較難以掌握 因此其實可能比較需要的是 就是這邊說必須嚴密監測凝血功能的數值 那事實上在開立這個處方的時候 已經沒有機會再去監測你的抽血的PT的INR 所以就如同剛剛盛主任所提到的 可以考慮先暫停 那在恢復之後 那已經解除隔離之後 再盡快的回到醫院 同時去了解一下目前PT跟INR 就是凝血功能的一些情況 那如果是心臟衰竭的患者呢 那除了前述的一些用藥 包含營疏心 可能會有血甲上升的疑慮 不建議病用 那或者是健安心跟毛蒂皇等等 那可能因為濃度也有可能會上升或者變異 所以必須跟醫師討論 是否可以暫時停止這樣的藥物的使用 所以其實這個都 希望各個次專科呢 或者各個專科醫師都可以 協助自己的醫院 那幫病人做好一個衛教的單張 那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應該要注意什麼 那因為有一些口服的降血糖藥物 其實會被Paslovid的加強他的藥效 所以比較重要的是 需要在服用Paslovid的期間 監測自己的血糖 以免發生低血糖的一些情形 那如果有在口服一個GLP-1的藥物 是Saxaglactin 那來併用的時候 就需要減成半量 每天是2.5mg的使用 那如果有服用精神相關的用藥呢 那這邊表格 其實剛剛聖主任也提過 這個是感染症醫學會所列出來的 但如果是思覺失調 或者是一些像是雙疾情感病急患的一些患者 或者是重度憂鬱的患者 事實上在精神科的藥物當中呢 它會搭配幾個不同相關的一些 急轉的藥物共同使用的情形 其實比較顯著 那也因為多半的藥物 都會因為Paslovid的使用而造成濃度上升 進而造成中樞神經抑制 所以 其實比較建議的是 儘快諮詢員就醫的精神科 是否有機會可以 在這些藥物做出調整 或 因為其實有一些藥物必須要減量 但 到底是所有的藥物同時減量 還是如何去調整 會比較理想 這會需要精神科醫師的協助 那也不建議自己貿然的突然間停藥 那 另外其實有一些藥物的交互作用 會導致他的減量其實不太容易做到 比方說 Qualtyapin Seroquel 剛剛聖主任也提到 他必須 目前的建議是減量成六分之一 但其實不太容易達到 那有些65歲以上的長者 他可能因為 老年的憂鬱症 或者是 過去曾經發生過沾望的狀況 而長期在 但是不用 Seroquel這個藥物 因此在處方的時候也要提醒 就是老人家需要注意這個部分 必要時候可以考慮直接停藥 那如果是癌症的患者 那癌症患者其實標靶藥物 也會受到藥物濃度影響的 那在 Liverpool的檢表當中所列出來的項目相對 是比較簡單一點 是比較簡單一點 但事實上 也有一些藥物是不太適合病用 因為藥物濃度都會增加 除了本身的藥物濃度會增加之外 有的標靶藥物還會造成 Paslobit的濃度下降 所以在這邊主要列出來一些藥物是提醒民眾 那尤其是如果有正在進行化學治療的時候 服用標靶的藥物 那會需要跟自己的醫師討論 那甚至有這些藥物其實是不太適合共同使用的 那有一些藥物是可以考慮減量的 比方說Alotinib 這個是肺癌的標靶藥物 或者是Alphatinib等等 那多半他就必須要減少他的藥量 那這些減少藥量的情形呢 又會根據每個標靶藥物的不同 所減的劑量事實上會有所差異 那在這邊也列出來比較完整的一些項目 可以提供大家參考 那在這裡在列出來這一欄呢 其實也都是會造成這些標靶藥物 藥物濃度上升的 那到底如果直接都不調整劑量濃度上升會如何呢 其實也就是他的產生的副作用可能會加重 那常見也是腹瀉 或者是會有一些皮疹的現象 事實上可能會出現的更為厲害 那剩下的在這一頁所列出來的標靶藥物 是可以併用而不太需要擔心Paslovid的所造成影響的 所以其實在我們針對癌症的患者 他的標靶藥物也越來越多的狀況之下 那這一點也要請該專科的醫師或者是民眾 可以透過這些這樣的一些衛教的方式來了解一下 自己藥物的可能影響或者是直接諮詢原有的主治醫師或該專科 那我大概也請我們的門診的藥學部他蒐集了一下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服用藥物相關常見諮詢的問題 那主要整理起來大概大約也是這幾項 首先大家會很常的問說 那跟症狀緩解的藥物可以一起吃嗎 比方說像是普拿藤或者是止咳化痰的藥等等 那就目前而言是不太需要擔心 因為在我們前面的描述當中 其實有提到比較需要注意的藥物當中 其實並沒有這幾項 那同時有開了清冠一號或者自己有買 這個可以吃嗎 目前是建議不要併用 所以如果真的吃了清冠一號 那其實就比較不考慮再吃Paslobid 那如果使用Paslobid呢 那就請不要使用清冠一號 因為這兩個沒有辦法併存 沒有辦法因為中西醫的合併而讓他有更好的療效 但是卻有可能會加重副作用 症狀很輕微Paslobid或者是Molupilabia要吃完嗎 對就目前的設計以及病毒的病程而言 是應該要吃完的 那因此不建議 因為自己覺得症狀有所改善了 那就提早的停藥 那Paslobid到底是要吃幾顆藥呢 那其實就像他包裝所形成的這樣子 他根據顏色事實上是可以做區隔的 那甚至也有標明日夜 那就是把一片裝的藥物 那再蓋一次一次吃完 我下午才拿到藥物 當天也要吃兩次賣 就是我是不是需要下午回家就馬上先吃 然後晚上再吃一次 目前是不需要的 你可以等到就下午才拿到藥 就等到晚上開始吃第一次的用藥 那隔天早上再開始吃藥 那開了四種降血壓的藥 一時只是停用一部分 但是自己全停可以嗎 事實上也不太必要這樣子 因為這樣其實就會看到反彈性的血壓就會升高 這也是我們在統計當中看到比較多會提到的一個狀況 很擔心交互作用 聽到有交互作用就不想吃Paslovid 這是比較少的 那或是停掉所有的藥物 只吃Paslovid 這是比較多的 民眾會反應回來的回饋的一些狀況 但是在這邊也要提醒大家 其實有些藥物是不適合停掉的 因為有時候貿然的停掉 也會增加原來的一些疾病的控制的影響 或者是說甚至有些降血壓藥 比方說乙型阻斷劑 他如果貿然突然間停藥的時候 也會反彈性的增加更多的一些 身體的不舒服 所以其實在擔心交互作用這個部分 那除了在醫師端 也會透過開藥處方需要留意之外 那病人端 那也可以透過 一些衛教單章的的一些瞭解 那來衡量說 我應該 或者是跟醫師討論說 那我的藥物是哪一部分要做出調整 那也很感謝亞東所有的同仁 在這一次的準備當中所提供的協助 以上跟各位介紹 謝謝